什么 因名字违规角色竟然被王仪涌风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哎 今天你就见到了 仓库更是内涵石车环等于被王仪没收了 大佬这次是真的很生气 直接连夜向我投稿 揭露王仪坑人的一面 事情其实很简单 大佬跑环为了节约成本特意开了个小号存环 结果莫名其妙的因为名字违规而被王仪给抓到小黑屋去了 王仪还很贴心的给大佬提供了一次免费的改名机会 故事发展到这里其实都是一切正常的 因为我以前也有个号名字违规了被抓走过 后来改了名字就被放出来了 也没什么损失 但是大佬的这个小号明显不一样 为此我还很意外在网上发现了个类似的故事 我就好奇地问了一下到底叫啥 结果心里就是万马奔腾 王仪干得漂亮 这种优秀的人就该被涌风 其实这还真的是王仪的一个漏洞 到不了长安城的小号是不能改名字的 这本来就是游戏的一个基础设置 没有问题 但是当这个小号因名字违规被转而要求改名字的时候 这个基础设置就变成了一个大漏洞 导致大佬的这个小号根本就无法在小黑屋内进行更名 自然也就是无法被释放 从而变相地变成了永风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能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只是可惜了这十来车的还 后面虽有申诉 不过王仪并未及时修改 这也给大家长了个新知识点 同时这应该也是梦幻第一个英明字违规被永风的人吧 好了 哥哥们 你们觉得这么优秀的人该不该被封 快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下吧